被重新请回的,傅家祖老们听到这样的决定,纷纷出口阻拦。 老太爷,可千万不能这样曹帅决定啊,这一大家就交到一个小丫头骗子手上,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了? 就是就是,自古也没有女人当家做主的先例啊,还望老太爷三思啊。 原本,因为傅文男倒台而高兴不已的众人,听到这消息不都炸了?原本只要坚持一下,说不定这诺大的家业就要落到自己头上。 没想到,这突然杀出一个陈咬金来,简直就是晴天霹雳。 女子怎么了?傅思雨她作为傅家人,身体里难道流淌的不是傅家的血? 这孩子刚才的气度还有做事手段,不比在场的人好。 傅老太爷想到那群人就是一阵心寒,自己生命危急关头,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忙也就算了,竟跑得比兔子还快。 现在,关于家产之争都回来了,老太爷就算是孙子全无,也不会把家产交给他们。 好了,我心意已决,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,谁也不可以改变。 这老太爷啊,是动了真怒,龙头拐杖在地上一处,立马全都寂寂无声,只好睁大眼,表示自己的不甘来。 傅思雨面对大家愤恨的眼神,也不在意,依旧扶着爷爷,让他身子舒服点,眼神低垂,不知在想些什么。 矮马,这大团圆的结局啊,也不知道,我拿八百两银子还顺不顺帐啊。 乔景文觉得,这一切应该是圆满地落下帷幕了,自己与慕容卿也该打到回府,就是,那八百两银子真是可惜了。